对于刚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7号就表示 习近平主席发表书面演讲的时候指出 高脱钩锻炼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 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 唯有合作才能发展 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 搞脱钩锻炼对谁都没有好处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变 一视同仁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的政策不会变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 和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 也将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欢迎全球工商界积极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